哦,这布丁爸爸买的哦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就跟他讲说 他是布丁爸爸 然后那个时候他两岁两个月 其实他很聪明 然后从那天回来之后 我就会常常跟他讲 诶,有一次在跟他洗澡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诶,嘟嘟,那你布丁爸爸呢? 然后他那时候两岁两个月而已 我觉得他真的很聪明 他就说,哦,布丁爸爸在我们家啊 可是我没有跟他讲过 我们家这三个字哦 可是他怎么会知道 那我们家就觉得 哦,你怎么 因为他本来就很会讲话 所以从那时候 我就会跟他讲布丁爸爸 然后从那时候他又那么聪明 所以他就布丁爸爸 布丁妈妈 布丁哥哥 到现在上个月 上个月 他阿嬷姑姑来 他就是,诶,那个布丁姑姑 布丁阿嬷,布丁哥哥 我就说,反正你是布丁家族 对,他就现在其实都分得很清楚 然后他也会想说 他想布丁妈妈 他会讲 对,他也会想布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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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